好的各位亲爱的听友 您能够听到这里呢 说明应该还是挺喜欢林少侠播的小说的 应该是啊 所以呢就是在下一个故事开始之前呢 林少侠呢也给自己做一个广告啊 有两部同题材的也是推理的小说 挺不错的啊 咱们的各位听友呢可以听一下 或者是可以先订阅一下 等到这部小说听完之后再听啊都可以 那这两部小说呢 一部叫做被诅咒的蝴蝶凶真 另外一部叫做暗恋者的救赎 虽然听名字不那么像真破的小说 但是其实这两部小说呢都是 比较不错的推理的 以及破案的小说啊 大家可以听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先把这个小说呢在这里 先放个一段 大家可以听一下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订阅 一部叫做被诅咒的蝴蝶凶真 还有一部叫做暗恋者的救赎 好 感谢给我的支持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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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